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小黄之前基本上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我们的B型房车 那么今天也是看到咱们这辆轻卡房车 也是有车友在问 有没有这类型的一些车型可以咱们看一下 借鉴一下 它是基于50年的一个轻卡底盘打造 这辆车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995 2465 3215 给小黄的感觉 就堪比一个移动的家 确实内部的空间大功能齐全 咱们一家四口 出门旅行的话 就是慢慢游 慢慢去旅行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相对于B型车来说的话 它的驾驶感受还是略微差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轻卡底盘 无论是从它的检震 还是它内部的一些设施的构造 车身左侧的话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遮阳棚 它是一个外拓的雨棚 侧边的话还有一些储物箱以及加油口 在车身右侧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这样棚了 木侧的话接近四米了 然后它的额头床的话 侧边也有一对推纳窗 往后看过去的话 感觉窗户还是特别多的 然后它的一些散热口 然后后部的话 有黑水箱的一个舱门 还有储水加水口 行李舱 它行李舱也是一个贯通式的 这辆车几盘方面的话 它是一个前置后驱的驱动方式 后部是一个后双开的结构 咱们再进入到车内看一下 那这个车门的话 也是带内部的一个防窝门的 然后走着阶梯上去 先看一下驾驶室 这个驾驶室的话 还做了一些水转印的处理 然后中部的右衣机也是换成了导航 这辆车搭载的是一个3.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自动的变速箱 这对于咱们的司机同志来说 还是轻松的很多 但是驾驶体验 小黄之前也有过感受 反正就是大家懂的 驾驶室的话有三座 驾驶室顶部 它是一个额头床 这个床的话长度是两米 宽度的话是一米五 一米六的样子 在厚箱体进门的右手边 是一个冰箱柜 下面有一个多美达的50升的冰箱 这个有冷冻和冷藏的双重功能 是12伏的 然后台面上的话是一个洗手盆 隐藏式的 这个台面还是用的大理石的材质 然后侧面 往前部看过去 它这个隔旦中间 也是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沙发卡 坐的这一种 咱们临时坐坐人 或者是同行的话 还是非常方便的 香气门的对面 就是一个会客区了 咱们四个人会客 吃饭和谈聊天 也非常方便 中间是一个神酱桌 降下去 它就可以变成一张床 然后把咱们的座椅打平 这个宽度 小黄目测的话 极近一米 长度的话应该是一米九 最关键的是它这一块 会客区 它是可以很向拓展出去的 那么这整个中部的一个活动区域就非常大了 而且它这个座椅是电动的 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 在会客区的侧面 还有这个推拉窗 之前小黄觉得挺多的 就是用在这个C型 或者是清卡上面的 就是这种外推窗 这个还是用的比较少 那么关起来 内部的话也有遮阳 和下部的纱窗防纹 进门的左手边 它就是一个橱柜区域了 小黄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洗手盆的这个台面 结合这个台面 这才是一个整个橱柜 它只不过由于中门在这个位置把它隔开了 然后上面有电磁楼 下面的话有储物空间 咱们一些锅碗瓢盆的话 也可以放置在这个内部 这里面是有一个建议水器 然后在侧面的话也是有一个推拉窗 咱们做饭的时候把它打开 方便咱们油烟的向外输出 然后颈部的话有一个多美达的抽烟机 上部的话还有一个出风口吧 门的上部有一个电视 还有咱们整车的一个中控和显示的区域 像电源啊清水箱污水箱 它这辆车是配备着一个3000瓦的 迈逆的那边起的 然后这个开关也是标志的很清楚 往后部看过去的话 紧接着就是卫生间的 空调遥控器 还有两个空调 一个是紧直空调 一个是极致空调 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 就是两个空调可以同时使用 因为它毕竟内部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嘛 像拓展出去就可以同时使用 如果是没有进行拓展的话 咱们可以选择性的使用哪款空调 后部就是一个卫生间 内部整个都做的防水 下面的换气扇灯光 侧面的推拿窗 镜子 还有置物架 这个卫生间内部是配备了一个电动的 多美达的马桶 抽拿式的 咱们先前外部有一个舱门 就是可以拿出来的黑水箱 然后侧边还有一个零花伞 再往后部看过去的话 现在没有拓展的情况下 这个过道的宽度还是比较窄啊 大概就是35左右 所以说这个拓展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小黄现在勉强也能到后部来 这后面有一个箱体 柜体的话 可以理解为衣柜吧 中间有一个微波炉 这下面这个柜子里面就是建筑系统的一个安装位置了 然后整个后部就是一个后横窗的区域 侧面的话像这个空调的接收器 还有这个出风口 都是到处都有一些设计 然后这个横窗的话长度是两米 宽度的话 小黄预计的话应该是在一米左右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通透性是非常好的 这么大一对的这个推拿窗 显得后部特别的明亮 顶部的话是一排大教柜 咱们的一些衣物 然后甚至是备入备单 都可以放置在这个内部 那么今天小黄对于 偶遇到的这辆轻卡的一个房车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心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